传说在樱花小镇上有一只梦魔,每到深夜的时候就会在大街小巷游走,谁要不听话就会进入到她的梦里无法醒来。 妈妈,你说的这个梦魔好可怕呀,那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睡觉。 妈妈我不玩了,我现在就睡觉,这才是听话的好孩子。 妈妈晚安。 宝贝晚安,记住不要偷玩手机呀。 妈妈,肯定是在吓唬我,我才不相信有梦魔呢。 哈哈,又抓到一个熬夜的小可爱,等你睡着了我就进入到你的梦里。 哎呀,不知不觉已经十二点了,明天还要上学我还是赶紧睡觉吧。 看来已经睡着了。 什么情况,我这是在哪里呀? 你是谁,这里是什么地方? 我就是传说中的梦魔,因为你玩手机睡得太晚,所以我就来到了你的梦境里。 你快点放我出去。 不可能,你是出不去的。 你不让我出去,那我就让小伙伴们丢你害怕的狗头。 没用的,他们的手机已经被我封印了,只有听话的孩子没被封印,但是听话的孩子才不会帮你呢。 快点放我出去,快点放我出去。 小五童,你怎么了? 不好,看样子是梦魔进入了小五童的梦里,肯定是你偷偷玩手机了。 系统系统,快把我传送到小五童的梦里去,我要把它带回来。 老板梦境已经被封印,我无法传送。 如果有人帮你收集加号和红线能量打破封印,你就可以进去了。 那小伙伴们快来帮我打破封印,我要去救小五童。 封印与打破准备传送。 小五童别怕,我来救你了。 妈妈,我错了,我不该偷偷地熬夜玩手机。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,有妈妈在,别怕。 梦魔,小五童已经知道错了,快把我们放出去。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。 还不让我们走,那我就让你尝尝狗头的厉害。 我还会再回来的。